在哪过年都很甜 相爱来了就是年 大家好 过年好 我是盘锦福德会餐饮公司 北京店子官小馆主厨 长龙三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道雪棉豆沙 现在呢 我可以称呼它一道甜品 过去呢 叫一道甜菜 我们是选用啊 我们北方黑土地产的红小豆 蒸制以后呢 制作的豆沙馅 接下来还有一个利器活 这个如何把这个鸡蛋清 打成这个护状 首先取这个蛋清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这个蛋清啊 抽打成棉花状 这个护呢 就叫雪衣护 它需要一气合成 把它抽起来 就是中间呢 不能停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刚才我说的棉花状 这就雪衣护 我们加入这个面粉 和淀粉 然后再把它搅拌均匀 调成这个像奶油状一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然后把这个豆沙呢 放到中间 然后入油锅 炸制 那么炸制这个过程呢 油温呢 一定不要高 保持这个裤啊 的色褶 解摆 好 接下来这个呢 最后这个呢 我就用手 就用手 好 这时候我们稍微给一点点火 火呢 也不要太大 一定要控制好油温 用这个勺子 不停的将这个雪衣护上面呢 淋入这个热油 让它定型 自熟 好 这雪棉豆沙 出锅了 我们控控油啊 同时呢 也稀稀油 来啊 我们接下来就装盘了 那么这款雪棉豆沙 就制作好了 老少 皆宜 都会喜欢 那么也借助这个雪棉豆沙的形态 祝福您 合家 团圆 财圆 滚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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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翼